有一天傍晚 佛陀像往常一样 在树林里 徐徐地走路 当他走到那条小河边时 突然他听见了 一阵的争论的声音 原来有几个年轻的比丘 围坐在沙滩上的一棵大树下 热烈地讨论着 他们太专心了 根本没有觉察到佛陀的到来 他们继续争辩着 有一个弟子说 我认为白骨观 在佛陀教授的修行方法当中 最为重要 什么叫白骨观 就是看人不要看他的表面 要看他的实质 要看他最后 因为人到最后 就是一具白骨啊 所以 边上一位文字彬彬的比丘就说 不对不对 你大概不知道吧 这个安波之法 也就是树西关 是佛陀亲口传授给罗后罗的 你知道罗后罗是谁吗 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 他是佛陀的亲儿子啊 佛陀教授给他的 肯定是最高明 最迅速 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呀 树西关 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 就是安波法 梵语教 安那波法 其实 就是 在念经 在修行的时候 数着自己的呼吸 一呼一吸 一二三四 实际上就是 收敛你的杂念 他与白骨观 和原始佛教的 两种最主要的 修行方法 被称为 二甘露门 甘露大家知道 就两个甘露之门 那么 故事延续下去 这个法师就说了 哦 佛陀是在什么季节 哪种情况下 将安波法 传授给 罗后罗的呢 佛陀 佛陀听到 比丘们 把他的教法 当成了 理论学说的研究 有些哭笑不得 他故意 加重了脚步 比丘们见到佛陀来 纷纷站起来 啊 佛陀来了 佛陀微笑的 示意他们 坐下 坐下 自己也坐着 松软的沙滩上 对弟子们说道 啊 我无意中 听见了你们的讨论 你们要明白 我所教给你们的 是体验真理的方法 但 它不是真理的本身 更不是一种学问 来 你们看 天上的月亮 看见了没有 佛陀的手指指向了遥远的月亮 比丘们呢 就顺着佛陀的手指的方向呢 看到了一弯浅浅的 不遗察觉的弦乐 我的叫法 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 这个手指目的是为了你们 更顺利 更快捷的找到月亮的位置 而手指的本身 它并不是明月 你如果紧紧研究手指的粗细 长短 颜色 你永远找不到 天空中的月亮啊 佛陀停了片刻 拍拍那个说 安波法最妙的比丘的尖头 徐徐地说道 其实各种修行的方法 没有高下 只要与你契机就好 比如你淫欲重 应该多多的修习白骨观 而容易散乱 妄念横飞的人 就要以树西观 未禅修的方法 这就像是草药 不管贵贱 对症的药 能治愈疾病的药 就是最好的药 一位名叫阿利陀的比丘 感动的 匍匐在地 抱着佛陀的脚说 师尊您说的太妙了 我一定要铭记你的教导 将佛法当作我的灵魂 众生咫尺不舍 你们听听这句话 其实很正能量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佛陀大摇其头 他说佛法恰是一手 载着你的木策 我们度和需要木策 但它绝对不是彼岸 一个有智慧的人 到达彼岸之后 就不会扛着木策 到处跑 所以我演说的佛法 就像周法 是帮助你们 超越生死的河流 到达觉悟的彼岸 你一定不要执着它 不要死死地抱着它不放 要懂得及时地脱离它 舍弃它 所以大舍大德 小舍小德 不舍不得呀 菩萨 为我们关上一扇门 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你失去的一种东西 必然会在其他地方 收获另一个馈赠 关键是 我们人要有乐观的心态 相信有失必有得 要舍得放弃 要正确地去对待你的失去 因为失去 可能会成为 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 它预示着你 另外的一个获得和成功 好 谢谢大家